尼克是一名麻省理工的大学生 他腿不残疾 却有着极高的电脑天赋 最近尼克跟哥们约拿准备帮女友海力搬家 在此期间 他们俩一直在追踪一名叫诺马德的黑客 此人黑进了麻省理工的服务器 还嫁祸给他们俩 害得两人差点被开除 因此尼克跟约拿一直在追踪诺马德的下落 这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点线索 对诺马德发来的信息进行仔细调查 从信息源到IP地址一路顺藤摸瓜 成功得到一个地址内华达 尼克和约拿兴奋不已 次日他们按时启程 中途诺马德发来一张三人开车在公路上行驶的照片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尼克和约拿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在征得海力的同意后 他们决定前往内华达去看看 等天晚上 三人开车在内华达找到一栋小房子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诺马德的住址 尼克让海力待在车里 自己跟约拿去查看情况 并打开实时录相机来记录 房子里很破旧 东西上还有很多机灰 突然 屋外传来海力的尖叫声 两人连忙返回 结果发现他不见了 周围只有嘈杂的电流声 这时海力突然飞到了空中 接着两人便陷入昏迷 等尼克醒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基地里 这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 审讯员老黑简单询问了尼克几个问题 说这里是专门研究外星生命的组织 尼克那天晚上无意间触碰到外星人 老黑怀疑他会染上什么病毒 所以才将其带到这里来 之后 他感到有些不对劲 尼克在房间里四处张望 发现病房门上有密码锁 从这天起 尼克会被定时带出去接受询问 每次外出 他都会默默记下各个房间的位置 这天他看到昏迷的海力 躺在另一间病房里 立马要求工作人员带自己过去 但是对方根本不听 尼克只能去找老黑 要求跟同伴们见面 老黑听完当即表示 现在还不行 不过自己没有恶意 只要尼克能配合 就允许他们见面 接下来 老黑又询问了他一些简单的问题 随即开始播放尼克在内华达拍摄下的画面 当老黑按下慢放后 他惊奇的发现 那栋房子的树上 竟然有一个外星人的身影 由此可见 老黑并没有骗人 尼克就这样在一脸震惊中 被送回病房 他仔细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 突然旁边传来约拿的声音 他说自己被关在一个房间中出不去 还问尼克为什么在通风口里 尼克有些纳闷 刚想继续询问 约拿却像消失了一样 这件事过后 尼克依旧在每天接受询问 他注意到走廊里有个时钟是静止的 他一直停在12点半 老黑却说那只是出了故障 他像是给小学生上课一样 总是询问尼克一些简单到报的问题 作为相应的奖励 老黑让他隔着病房探视海莉 海莉现在还在昏迷中 不能近距离接触 这次探视让尼克下定决心 一定要逃离这个地方 他用饼干线撒在密码锁盘上 这样下次有人开门的时候 就会留下痕迹 尼克成功搞到密码 他尝试着从通风口处联系约拿 尼克把九宫格密码所被按过的按钮告诉约拿 两人开始破译密码 中途 约拿不断地诉说自己的遭遇 他觉得工作人员 似乎想把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转移出来 前段时间 约拿还被迫喝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的手现在完全是没知觉的 没过多久 尼克再次被带去谈话 中途 基地内警报声响起 工作人员忙着去处理突发状况 尼克试图趁机逃跑 结果被发现并关在一个小阁间里 等警报解除才重新出来 他注意到走廊里有一道很长的痕迹 事后老黑询问尼克 腿部是否有知觉 尼克没有回答 而是质问其对约拿做了什么 他知道老黑等人肯定一直在监视自己 尼克觉得这里根本不像是什么正规组织 老黑却说这里根本没有约拿 而且通风口怎么可能传声 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 尼克一分钟都不想再待下去 他计算出密码 找到海力所在的病房 拉着他的病床开始逃跑 谁知却意外频发 先是海力病床的轮子被卡住 接着尼克又发现 自己忘记计算大门密码锁的高度了 他坐在轮椅上根本够不着密码盘 就这样 尼克被工作人员发现并带走了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海力就在旁边 而且自己的腿被两条甲直代替了 尼克有些害怕 他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这时房线里传来老黑的声音 说尼克的两条甲腿来自外星科技 这才是组织对他感兴趣的原因 尼克有些接受不了 老黑劝他冷静下来好好配合 但是尼克根本听不进去 直接一脚踹烂病房门 这对甲智的威力比真腿厉害多了 尼克带着海力疯狂逃跑 一路躲过老黑的追击 穿越过一处隧道 终于成功离开 中途两人碰见一个老太太 顺利搭上便车 老太太有些神经兮兮的 搞得尼克浑身不自在 最终他们在一家酒吧前停了下来 尼克让海力坐在一旁的卡车上休息一下 自己则准备借用酒吧的电话联系朋友 结果电话居然打不通 很快 新闻就开始播放尼克和海力 从基地内逃跑的消息 还没等他作合反应 一抬头却发现 海力所在的那辆卡车开走了 尼克急忙跑出去追 外星科技就是不一样 他的两条甲子竟然能追上卡车 尼克直接上前抓住卡车的门 要求司机停车 结果被对方一把推出去 尼克没有就此放弃 依旧在往前追 卡车司机猛踩油门 尼克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最终逼得司机不得不停车 尼克将他赶走 自己驾驶着卡车 带领海力继续逃跑 谁知没走出多远 就发现前方的路断开了 习惯的是 这里之前明明是有路的 没办法 他们只能走其他路线 他们在远处找到一栋小房子 房子里还有一张实体地图 地图上什么文字都没有 只能靠自己慢慢推测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路 两人只能在这里将就一玩 另一边 老黑找到了那名司机老太太 询问他知不知道尼克在哪 老太太没有回答 就像卡带了一样 不停地重复统一句话 老黑见状警惕地拿出一把手枪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不用多说了 之后他又找到了白天在酒吧里的客人 请问他关于尼克的消息 对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还表现得特别偏激 结果被老黑一枪击毙 当天晚上 尼克和海力正在休息 突然外面传来奇怪的声音 两人赶忙躲起来 准备悄逃跑 没想到这个声音居然是约拿发出的 他身上还穿着研究外星人组织的防护服 看来之前老黑在撒谎 不仅如此 尼克还发现 海力的后脖颈处有一个奇怪的伤口 而且他们的手臂上都有一个ID 约拿说 这个ID是整片区域的代码 他通过破译发现 这里居然是传说中的武艺区 并且约拿的手被换成机械手了 这只手跟尼克的腿一样 都是外星科技制造的 次日 三人收拾好东西绕路出发 约拿身穿组织防护服 海力和尼克则躲在后座上 他们希望这样能蒙混过关 可惜依旧没能骗过路边的交警 他们的车被组车器拦住 约拿情急之下直接冲下车 夺过一把枪 他上前吸引注意力 给尼克争取逃跑时间 约拿爬进一个指挥室里 想关闭外面的组车器 让尼克逃跑 没想到却因为机械手的指头太粗 导致无法在键盘上打字 最终警方扔进来一颗炸弹 将整个指挥室炸为废墟 约拿本想趁机逃跑 结果却被警察开枪击中 尼克想带他一起离开 约拿却下定决心要自我牺牲 没办法 尼克只好爬到驾驶室中 约拿则在外面徒手打烂了组车器 接着开始去阻拦警方人员 机械手的力量足以让他拍碎地面 没有了阻拦 尼克成功带着海莉逃跑 没走出多远 就看见老黑等人在前方等着 尼克让海莉系好安全带 打算直接冲出去 老黑现状果断让人在路面上洒出地次 扎爆卡车的车胎 两人被当场甩飞出来 事后老黑让人带走海莉 尼克则被留在原地 就在他绝望之际 突然看到老黑的防护符上写着 诺马德三个字 他说尼克是外星科技和人类生命的结合体 事到如今 他终于明白了 老黑就是诺马德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尼克不想再被抓回去 他开始凝聚机械腿的力量 然后朝着前方的路飞速奔跑 速度堪比光速 连中间的汽车都被撞出一个大洞 最终尼克穿过一个类似结界的屏障 他茫然的看向身后 却发现老黑竟然是个机器人 他们所处的地方根本不是地球 而是一艘巨大的飞船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 信号 一部烧脑科幻电影 据推测 老黑应该是外星人组织的一员 他们会抓走一部分人类 改造他们的身体做实验 片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名人类 应该都是被抓进来的 个人觉得影片中留下的铺垫和血念太多 反而显得剧情不精彩 甚至让人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